2016年陸軍宜蘭指揮部 洪柴林營區開放 透戰士兵戰技展出 展現金石戰力 卻被立委爆料 營區使用的路由器 近視中國製造 被抓到的不是只有逆變器 还有华为的产品 我想要请教一下 国防部军备局 为什么隐匿 不光有两台华为路由器 及一台中国字的资料读取器 黄国昌更爆料 包括洪柴林营区 及海军平海营区 甚至到三种松山分院 共有128台中国字变流器 国防部也证实确有此事 有关太阳光电厂商 违约使用路制品的问题 国防部军备局 已经完成了清查 要求相关单位 立刻把这些违约品拆除 并且停止运转 而栏尾徐晓鑫更加码爆料 国军坐车行车记录器 传出也有部分是中国制造 朝野立委不可调以轻心 尽快的要确保 就是军备局 它一定有查期的量能 它不只是在初期签约的时候 就不能够把责任放在厂商 仅仅放在厂商上面之外 它在事后 适中的时候 都应该要有审查的机制 这些政府机关 而且是非常非常机敏的单位 有国军的单位都使用 那请问你当初颁布这样的禁令 到底还有什么正当性 专家也是仅路由器等设备 若使用中国制产品 恐怕有国安疑虑 不管是数据链路 或者是透由这个数据的语音 这个资讯都可能会流送出去 都会可能变成 专递到指定的IP位置 中国盛台无所不在 军方设备被爆出 使用中国制产品 骆征伦为国安破口 后果不堪受伤 三立新闻陈菊姐 崔道明综合报道